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总统也在爱台12项建设中 以建立台湾为全世界第一的无线上网的国家 根据台湾网络资讯中心调查指出 台湾上网的人口已突破1580万 其中宽屏上网的人数也达到1329万 台湾家庭上网的层数也达到了7成5 那么有宽屏上网的家庭也达到了6成6 除此之外台北市更是全世界最大的无线上网区 在连年入选为全球前七大智慧城市之一 台湾拥有世界的数位基础 但是为何国人感受不到世界级的数位生活呢 原因是出在台湾的科技生活缺滑感动的服务 目前网络遍布的台北市 没有见到能够感受到网络 利用网络的公共建设 譬如能够告知驾驶人在驾驶区域的停车车位 以及公共车辆入站的距离或时间 网络定位使用电子票来取代人空开票等等 此外在台湾的新都位区之外的区域 因为网络建设不够 造成宽屏网络的使用率不足 以及连线的品质不稳定 本习鉴于我们拥有科技的基础 却不能实际的开发 要在此赋予我们行政会相关单位 能够推动智慧生活产业促进方案 结合国内大量的资讯产业工作者 在硬体方面建设一个遍布全国的品质稳定 经济实惠便利的网络系统 在软体开发上面能够创造给国人 感动的资讯服务品质 让台湾的数位实力能够开发出美丽的花朵 谢谢 请苏文正亲拜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